大家好,我是霍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懒人又好吃的早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在盆里倒入300克的面粉 放入3克的酵母粉 用筷子搅一搅 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实用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醒发一个晚上 准备一个洋葱对半切开 给它切成丝 最后切成小丁 放入大碗里 再准备10块钱的肉馅 放入两克食用盐 一勺生抽 一点老虫上色 胡椒粉 再来点香油增香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 搅拌均匀 像这个样就可以了 再放一边备用 看一下这个面团 已经饧发好了 里边是满满的蜂窝状 放到案板上 如搓一下排气 揉匀如透 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 用手按扁 用擀面杖擀薄 大约擀成5毫米的厚度就行了 把肉馅平铺在上面 给它铺均匀 像这样的铺匀就可以了 从底部卷起来 边缘处按压一下 用手轻轻地按一下 用刀切一下 切成一个三角的形状 用一根筷子在中间按压一下 它的层次就出来了 看一下 准备一个平底锅 刷一层薄油 把饼坯放入里面 给它浇错着摆 盖上盖子 先饧发10分钟 看一下 现在已经体系明显变大了 盖上盖子 开小火煎上2分钟 煎至底部微黄 倒入我们调好的面粉淀粉水 盖上盖子 开小火把汤汁收干 时间到关火 再焖上2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看一下 非常的鲜软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给它倒扣过来 看一下我们的肉卷就做好了 非常的鲜软 而且是白白胖胖的 这种呢 不是说没有醒好 而是改的太薄了 看一下 非常的鲜软 底部呢 是金黄酥脆的 吃起来非常的香 里面呢 是一层一层的 每一口都能咬到这个肉 很多朋友呢 说早上没有时间 你也可以中午 或者是晚上做 都是非常的方便 喜欢的朋友们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霍霍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